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键点可点亮驿展名单并获得一积分 复判成功者获三分 失败扣两分 积分最高的侦探将成为本机时空侦探团 关键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键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键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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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那这一集你要怎么解呢 容我思考一下 这一步走得好 这棋局就破了 不好意思 我知道了 这位 您是 我就是 大名鼎鼎 最帅 食人神台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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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龚腾思君 是个喜欢帮别人解决困难的命中 久仰久仰 你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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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也是您也是第一次进行 讲完了吗 没错 咱们还找不找了 关系这个棋局现在已经 请看 这个箭头 只向的是那边 走去看看 你们要找的 可是扑某 我们要找的 正是扑某 好 终于找到你了 还好我没放弃 但是二十多年了 托尔摩斯你这衣服还这么老土 而你的美貌 却永远没有感觉 说半句话 我实在说不出口 二十多年了 对啊 我们还是如此的虚情假意 故人相遇 二十年不见 如隔二十年 像是二十年前再见一样 还是二十年的样子 这位是 我就是大名鼎鼎 十个人执探 那么谁把我们召集到这里来的 当然 是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超越时空 我们时空侦探团 再一次集结了 希望这一次 希望这一次我们能帮助 向那边喊的这么大声的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我们去看一看吧 走走走 一二一 一二一 一二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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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刚刚是你喊出那么尖叫的声音吗 过敏了 跟我没有关系 这肯定是你啊 你站在这跟你说没有关系 这是你做的 这是我岳父 我来接我的未婚妻 结果发现我的岳父躺在这里 那你的未婚妻呢 不知道找不到 我们俩约好在这见面 然后他不这样 出事的是陆大人 人们称他为米斯特陆 他是我青梅竹马的恋人 助双儿的养父 他对双儿非常好 可是就是不让他随便出门 那次我上门提亲被他打了出去 双儿十分伤心 只能把聘礼中的小盒子 留下来当作念想 后来双儿给陆大人看了什么东西 他终于同意把女儿嫁给我 我来码头接双儿 可是陆大人晕了 双儿也不见了 各位侦探 你们能帮我找到我的双儿吗 在找双儿之前的时候 我提醒一下我们小伙伴们 就这个灯呢 有几个灯 它代表有几个线索 只要我们触发了线索 灯就会亮起 九个线索 老样子 好的 双儿平时 被养父禁足 但是却和你发展成恋人 所以你们是 网恋 戏还是不戏啊 回答啊 不是 双儿的养父是个外国人 那双儿莫非是个混血 养父啦没有关系的 你出去吧 你出去吧 嘿嘿嘿嘿嘿 你是一个穷书生 你想高拍 你想做上门女婿 你别有心思 不是 你贪图双儿的美色 不是 你贪图双儿的家产 不是 双儿是否已死 不是 你把陆大人打晕了 不是 陆大人发病了 不是 你知道陆大人有病 不是 双儿有病 不是 是双儿使用某种方法 又使陆大人发病吗 是 你和双儿连起来 让陆大人发病 是 哇 怎么不亮呢 还没有到关键点上 是 请问陆大人的病状是 对什么公息过敏吗 是 是 你和双儿给他的食物里面 投入了他过敏的东西 不是 你送给双儿的瓶里的小盒子里面 就是陆大人过敏的东西 是 盒子里装了一种气体 不是 盒子里面装了一种生物 是 生物 盒子里装的生物是活的 是 盒子里放放放的是动物 是 陆大人收养双儿是有目的的吗 是 陆大人是为了得到一件东西而收养的双儿 是 哦亮灯了 龚腾四军加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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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才说问你啥 他说为了得到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呢 我已经 我一定要得到他 啊 明塞鲁 刚才他说我一定要得到他 得到谁啊 照片上的女孩是双儿吗 是 陆大人要得到的是这个 驼塔里天王的宝塔吗 是 所以盒子里面装的是哪吒 不是 那坐在中间的那位是双儿的亲生父亲吗 是 双儿的亲生父亲是被陆大人给谋害了吗 不是 陆大人之所以答应你和双儿的婚事 就是因为双儿答应把那个东西给陆大人吗 是 双儿 琉琅 起随我来 你去哪了 找了你好久 你们穿情侣装 在这儿撒什么狗粮 琉琅 那天我会将父亲留给我的红烛和注释秘籍藏在聘礼中 心意全在里面了 好 我的心意在那个聘礼的盒子里面 不过那东西要成得要两个月 这段时间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明白了 什么东西啊 你们帮我看一看 注释秘籍 注释秘籍 内传记忆不可丢 有光宝塔风花流 玄珠塔剑九星斗 几次缠涌 探午晚秋 所以箱子里面放的那个东西是一个寒味破出涌的蝴蝶 你之所以说两个月的时间是因为它要两个月的时间才可以破茧而出 是 龚腾四军加一分 这个香薰是你们结婚的时候点的吗 不是 听到双儿说什么吗 他说这个红烛是他父亲留给他的 他父亲啥也没留 留个红烛 这个红烛是一个大有问题 这个应该就迷惑了 你们家老庭店 不是 注释秘籍 有玄机 哥 你在干嘛 知了 怎么了 金蝉 金蝉脱鞘 刚才看里面有东西我想把它砸开看看 原来这个内置的是红烛里面 为啥要金蝉脱鞘啊 你要帮助双儿逃跑 是 马雪加一分 我说了啥 这个是双儿给他的 这个是双儿要传递给你的宝物吗 是 龚腾四军再加一分 他们互相交换的所谓的心意 其实就是你要帮双儿保管宝物 你把读的那个勇放到了聘礼里面 交给了双儿 然后要和他一起来设计 搞晕到这个陆大人 是 这个宝物放在台里干嘛呢 被双儿抠出来了 是 然后这个宝物才是 那个陆大人真的想要的东西 龚腾四军再加一分 啊 啊 所以聘礼里的勇和这个长得一样 是 他做了个假的 啊 啊 你就是拿一个假的残勇去掉包了这个真实的宝物 然后那个残勇呢实际上会经过两个月的时间 然后化碱成蝶 然后把这个陆大人给迷运过去 工程资金再加一分 到底是说了什么呀我 啊 我就是把刚刚的事给捋了一遍 报 报 有急报 客观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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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哎有点沉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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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沉哎呀好沉好沉哎呀好沉 辛苦辛苦 啥呀啥呀 这是你的聘礼吗 排出所有的漏 剩下的就是yes 哈哈哈哈 哦 这是那个之前的勇 然后他破茧出来之后 会出现的剩一堆勇 还有这个啊 这是什么 货物回植单 哦 河头三颗 玉如意三枝 哦你们搞文物倒卖 啊不是他们 是那个绿大人 意思的绿 哦 哎呀 这是船局的课票 看清楚船票是到哪的 怪不得他们要在码头 对 他们要坐船 远走高飞 回老家 远走什么高飞 哈哈哈 普尔摩斯 按了零 你复盘的 哈哈哈哈 我开始复盘了 好 你与双二 青梅竹马 但是他 他的 他的 呃 呃 陆大人 在双二失去了自己的父亲之后 别有用心的收双二为养女 其实陆大人的最终目的是金蝉塔里的金蝉珠 陆大人背地里是一个文物贩子 嗯 陆大人想要获得这个金蝉珠一直未能如愿 而你也想要祝双二逃离他养父的魔爪 于是你们在两个月前策划了一出好戏 就是双二把真正的金蝉已经从塔里面取 而陆大人果然上当 两个月之后日气已到磨蝉破茧而出 磨蝉过敏倒在码头 而之所以会面地点也在码头正是已要带着双二远走高飞 谷尔摩斯加三分 好 好 那你们为什么没有受磨蝉影响呢 那就是一个正常的蝴蝶 他在蝴蝶过敏 对大人对蝴蝶上的那个翅膀上的 粉 过敏 对 两句话蝶好妙 下面我来宣布 本期的MVP就是 获得了五个积分的 宫藤四军 不愧是宫藤四军 真正的yes 只有一个 我绝不 说不 我是梁柳郎 双尔青梅竹马的恋人 他的父亲朱大人和洋人陆大人向来交好 在朱大人病重死后 陆大人收养了他 可是陆大人却心怀不轨 一直想要夺取金蝉塔 双尔联系我 并设计了假提亲 就将金蝉塔运出 保护祖传之宝 我把与金珠相似的紫斑幻结的虫卵 放在首饰盒中 作为聘礼送往陆府 而九颗价值连城的金蝉珠 早已被朱大人藏入留给双尔的红竹中 双尔则偷偷拿走盒子 并把红竹藏于聘礼中 事成之后 双尔把虫卵放进空塔 并告知陆大人 只要陆大人把他送回老家海城 就将金塔给他 并和陆大人相约两个月后出发 等到了十日 双尔联系我来码头接应他 在码头 他将行李箱交给陆大人 陆大人却迫不及待打开行李箱 树枝紫斑换蝶飞出 陆大人对蝴蝶赤粉过敏 立刻呼吸不畅 倒地不起 双尔只得逃走 而我则不知情况有变 和双尔错开 目睹了陆大人的倒地不起 经过这一次事件 国宝被我带回 我和双尔得以重聚 没有人可以阻止我们在一起了 我们的共同理想是保护国宝 于是我们决定开一个博物馆 用来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既完成了一段感情的佳话 同时又守护了我们国家宝贵的文物 我真是一个优秀的人 我觉得你们做得非常好 在那样的一个漂泊不尽的年代 付出了自己的努力 保护了国家的文物 同时又守护了你们彼此之间 忠贞的爱情 我们写中心为两位新人送上庆祝 谢谢各位 侦探 帮我找回双尔 有情人终成眷属 流落海外的文物早日回家 死去的女子是这个李大师 死去的女子才是真正良家的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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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灯给我灭了 什么水平 哈喽 哈喽 哈喽大家好 我是齐斯君 谦虚的说齐斯君 我齐斯君真长得一般 我的好朋友不一心 我的好朋友不一心 那真的是活色天香 哈哈哈哈哈哈 哦皮影给你拜年了 太心了太心了 太心了 哈哈 哈哈